连日来,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成了大家每天刷手机都能看到的网红,都说防护服穿着步骤很多,很繁琐,那防护服到底怎么穿脱的?其中究竟要注意什么问题? 下面就由奋战在一线的华西医院和北川医院的专家们为大家带来最详细的防护服穿脱攻略。 换的时候尽量不要讲话,不要跟别人耳持稍微远一点的距离。 戴口罩的时候要注意把金屎条压来贴住,然后要检查它的器皿性,戴第一层帽子,可以把耳朵给收住。 更衣的通道就是我们要穿第二层的防护服,这个潜在污染区,然后打开手套的衣服不要直接戴,一定要检查一下它的器皿性,就这样捕一下去看有没有明显的漏气。 一定要把这个工作服务的袖口给拉上来把它包好,穿好防护服之前可以先穿一双鞋一套,不要放在地上,稍微垫下去写,然后把它拉开,把它卷开的话就卷一下,卷开,卷一下,然后可以把脚黏着光线。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戴第二层的口罩。 主要是把外面的防护服的袖头压住。 这个面皮可以根据头部的大小,然后调整。 咱们那个现在是已经更换完这个防护服。 主要是把外面的防护服。 我们这个脱防护面瓶的地方,先脱到手套。 好,然后脱掉防护面瓶,主要面瓢。 如果有眼罩的话,再把眼罩脱掉。 那么就先取掉外层的口罩。 好。 它的最颗面要擦的话,防护手的外面,因为你现在这个手套是外层上的。 然后你现在这个口罩都可以碰到它的内側面。 好,把它放进去。 然后再做一个防护手套。 拖完了外层防护用紧。 进来,过来反出去,然后再拖我们这儿内层的东西。 先把这个内层的鞋套也拖掉。 然后我们拖的时候,你现在就注意到,把这个拇指拖出来。 这个。 哦,是这样拖? 对。 有点滑似的。 然后手削完了,现在下一个。 拖掉工作服。 尽量不要触碰它的那个衣服的外面。 这个口罩的时候,如果它是细带的,就直接从这儿拉着去拖下来了。 我们注意拖的时候,就不要用手去抓住它的那个外表面。 就提着带着就行。 OK。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手下就赶紧吧。 我们绕着也带上。 我们绕着也带上。 可以用这个来擦拭一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多少尝尽很健康。 我看你都可以说。 这个褂蜜蜜蜜打开。